以一己之地单挑四皇 激战过后 陆飞终究失败了 鬼斗继续划过苍穹 朝花之都坠去 想必剧前很快要进入下一个阶段 也不知道谁能成为陆飞的救星呢 下面白金就为大家带来 1013话的详细内容 先说肥叶厨子与鲨鱼的对质 除去三刀六和熟蝎肚兜 以及在远处补交的所大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鲨鱼的来头 还有它怎么做好吃 据白金对比 这条鲨鱼并不是陆飞和乌索普弄上来那条 它们生生的花纹完全不一样 至于吃法 陆飞当时还想烤鲨鱼来着 山者建议是做成寿司 过着用水抄一下占味增和醋吃 当然做成天赋裸也不错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 这里的地点是位于桑尼号一楼的水之九八里鱼草水族馆旁边 平时可以通过二楼的鱼草往里面加鱼 故事一开始 承接上一话 纳美释放雷电电翻乌尔提 乌索普继续劝纳美快走 他们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古代种根本不是他们能对付的 而且身边还有Big Mom虎视眈眈眈 他们没有一丝省算 正左点 小玉 乌索普扶起满脸血痕的玉皇 纳美态度非常坚决 反正不管跑到哪 敌人都会追来 不如就此背水一战 并且她绝不会原谅这个赶对孩子出手的女人 一旁被打断施法大妈则焦急地看向小玉 小玉 你还活着吗 这是片刻 生命里顽强的乌尔提果然再度起身 纳美旋转天后棒准备着技能 与小兵的炒粉间 康海士手里短棒传来了不妙的异象 等乌尔提猛然惊觉 杂乱气流已扑灭而来 这招名为龙卷分天后 紧一声将气流化作贯通前方的突刺 可再细看 乌尔提的身影已不在其中 他瞬间突到纳美跟前 一把抓住了他 以示进入半龙人形态 这下你就动不了了 看我撞碎你的脑袋 纳美和乌塑普文言露出惊骇的表情 关键时刻 三大霍米茨同时行动 在大妈的操控下 拿破仑穿透普罗米修瑟赫拉 简单直指这边 乌尔提躲闪不必 来自四皇区的魂气合体 寄予刹那间降临 将肿同龙的身体无情贯穿 要不是纳美侥幸躲过去了 恐怕难逃一死 眼见乌尔提一头栽倒生死未卜 远处围观的杂兵们 同样被去世不景的明光暴吞噬 其他人纷纷面露绝望 完成合体 借三位霍米茨 此时非常兴奋 大妈看向乌尔提 依旧一脸怒肉 能有三个屁啊 敢对小玉出手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然而被他击挂的小玉 正由乌塑普抱着飞速草里这里 现在正是逃走的好机会 至于搏迁代 只能后面再救了 突然 逃跑的纳美看到了 在墙角探头的宙斯 小宙斯一脸委屈巴巴 纳美后知后觉 那刚才那朵雷云又是谁 比起给点好处 又分不清东西南北的宙斯 新生霍米茨赫拉 完全就是一副欲见模样 普罗米修斯在旁边百般讨好 说什么宙斯那笨蛋 采用不出这样的组合剂 我们更合拍之类的话 但当他说 赫拉的诞生 是因为自己请求大妈 给捏个女朋友 赫拉直接拒绝了 不远处有妈的孩子 有说有笑 美妈的宙斯像根草 听着过去的同伴和新人 畅谈未来 宙斯酸得替死横流 在看到纳美时 他又燃起希望 可纳美赌气不理他 宙斯又失落了 是啊 他们已经绝交了来着 呦呦呦 这不是宙斯吗 大妈很快注意到了 唯唯诺诺诺的雷云 宙斯因而头皮上前 表示了对同伴增加的喜悦 四个人什么的 还真是受鼓舞呢 可大妈的脸色却是变了 我已经不需要你了 宙斯 一旁的普罗米修斯 也补刀说起了宙斯的过错 大妈很快横一月色 向赫拉下达了残忍的命令 将宙斯吃掉 或许更强的力量 这样的发展让雷云难以执行 下一秒 赫拉已经一口咬住宙斯 吓他连连道歉 他发誓自己会立刻消失 再也不会出现了 可大妈不为所动 要是想道歉的话 就老实地变成信任的力量吧 宙斯顿时万念俱灰 做完这些 大妈又想起了小玉 他伸手把小玉从 勿索不怀中夺了过来 因此胆小二人组一阵惊呼 他教导女孩 这些都是草帽一伙的坏家伙 而后不顾小玉的阻拦 挥动拿破仑砍向两人 这还怎么打 完蛋了 就在此时 宙斯的大喊传来 自知难逃一死的他 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 因为太胆小 不敢违背妈妈 他背叛了温柔 对待自己的纳美 纳美表示我不听 我不听 宙斯也不在乎 到了这种时候 他唯一的想法 就是不被所有人讨厌着死去 就算不原谅我也没关系 看着吧 这也是我最初 也是最后的抗争了 说完了这些 宙斯再次变成了黑云 然后朝创造自己的大妈重去 他哭喊着 让纳美快逃 想为他们争取 哪怕是一秒钟的时间 这就是他的活法 大受震撼的纳美 一时呆住了 可悲壮只需了半秒 大妈所有就把宙斯给捏了 灵魂果实能力发动 宙斯的灵魂被无情抽走 他随手把不成形 撞雷云丢给赫拉 纳美赶紧用天后棒 召唤出一连串雷气泡 就当是缓宙斯人情了 可灵魂被抽离 宙斯根本没法 直至先来恢复状态 到时一旁的赫拉 扑上去就是一口 刹那间更多力量 挥入他的体内 不多时 小玉的喊声唤醒了 正经的乌索普和纳美 他催促两人赶紧离开 但这样的举动 却让大妈从MASA模式脱离 我最讨厌远离我的人啊 感受到女孩的忌惮 喜怒无常大妈 竟然向小玉也举起了毒刀 这一次 武力反抗三人 唯有抱团崩溃 难道他们的人生 就要到此为止了吗 关键时刻 一日手臂从后方袭来 一把抓住了拿破仑 随着更多金属不断汇聚 冰冷的钢铁巨手 遮蔑大妈的视线 而后以无法抵的蛮力 将他摁倒在地 见此情形者无不正经 但抵朝天大妈看似狼狈 依旧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他自遍地金属中 起身摆脱了束缚 完全被来者拉住了仇恨 记得 躲一遍去吧 草帽一伙 他可是我的猎物 虽然先后在香克斯和凯多手上 吃了大亏 可时至今日记得的狂傲一分不减 准备以一己之力单挑打马 小兵们已经被一波三折的变故 惊到麻木 但小二人总则洗击而起 总算有援军了 钢铁与灵魂间 究竟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我们暂且不谈 此时穷顶之上 已经恢复了平静 依然恢复人心的凯多 在卫三的硝烟中大狗喘气 陆飞却不见踪影 虽然如意料之内的获胜了 但凯多留下了莫大的遗憾 他很清楚 人类无法舍弃希望 而战斗中自己太过兴奋 竟忘了把陆飞头给拧下来 这样一来 岂不是给敌人留下的草帽小子 必将获胜的念想吗 鬼岛依旧高高在上 失去意识的陆飞进而向大海坠去 虽然前几花很威风 但要是他能单挑过 当今活着的海贼悬赏金最高的凯多 那恐怕海贼王的完结 就得大大提前了 从这一点上来说 陆飞确实不能赢 不过完全没给多少两人战斗的场面 妥协对狼牙棒后就是光速败倍 确实还是有点遗憾的 不知道这次伟田老师 会不让之前 居住过九霞的神秘黑影 现身救下陆飞 以此引入新的势力 就让我们期待后续吧